國家終於有任務給你了 接下來意大利對西班牙 歐洲國家盃四強 我們分享一下我們有什麼看法 首先說意大利 意大利的優點是三個中場控制力強 三線上落很緊密 巴爾達、莫拉達等中場 實際和華麗都是兼備的 所以本身看好意大利是應該的 但我有另一些看法 同樣地西班牙自從西班牙和歐洲國家盃揚威之後 他們這種踢法都是根深蒂固 到現在也是的 即使今屆西班牙的陣容比較年輕 他這個中場控制和串連的踢法 仍然有保證 只不過他的行軍速度比意大利慢 這是一個進攻比較迂迴的情況 但我覺得西班牙前面 就算莫拉達 之前被人救病也好 始終他加士的時候 對克羅地亞 這場球始終他都是鎖定勝局 我仍然覺得他會起到關鍵作用 會射入一些比較難度高的入球 你怎麼看呢 我都覺得莫拉達其實也是關鍵先生 但他是另類的關鍵先生 其實他的功能十分像對手的中堅 因為他經常幫對手的中堅解圍 或者射一些飛機球、醫院球 所以如果讓我幫他改一個花名 我會叫他做中堅達 所以中堅達就很影響 這場球的比數 是多少比多少 而我個人 其實我比較支持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的音樂比利 其實我一直留意了 這個射手很久 他之前在拉數 這個 球員的水平較為低的球 他依然都可以做了很多年 神射手 在二甲中入了很多球 所以我覺得 因為比利在大賽中 是比較可靠的 而其次 祖記那兩個中堅 其實他們 夾了很多年 無論是國家隊 還是他在球會 都是夾了很多年 有無數的大賽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老將 再加上當打的年輕 當拿和當打的年輕 會令到意大利的後防 非常穩健 而想取得大賽冠軍 防守是最重要的 是越做得非常滴水不流 還有到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我特別看好意大利的基艾沙 因為基艾沙可以打反擊 是很高速的 又可以入到球 又可以助攻 如果教練稍微理智一點 給多些機會 基艾沙的年輕人 給他多些踢停船 或者多些落場的時間 絕對可以令到意大利的 進攻的把力 就會很高 我們說完意大利 西班牙 我也補充 支持西班牙加時贏 我們在英格蘭對丹麥 我順便做更正 剛才意大利的中場華拉提 丹麥和英格蘭都沒有華拉提這隊球員 即是那種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中場球員 而且大賽經驗 四隊中華拉提可算數一數二 說回英格蘭 普遍大家都看好 原因 譬如說 簡尼開始狀態提升 最落貨 他的把握力 始終是 四隊之中的前鋒 最強 而且 他經過 剛剛那屆英超洗禮 就有助攻的本色 他兼是英超的射手和助攻王 唯一擔憂的就是 中場迪勤懷斯 和菲利普斯 大賽經驗 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可能是隱憂 但是 同時 利物浦的中場 佐敦謙達臣 如果他後備上陣 我覺得會起到 關鍵的作用 除了穩定軍心 和中場的梳理方面 所以 我會看好 英格蘭多一點 其實我也看不少英超 但是 通常英格蘭在國家隊大賽 經常令英超球迷有些眼鏡 眼鏡已經有無數大賽 由我小時候已經發現 雖然是這樣 一地玻璃碎 但是我仍然支持英格蘭 贏丹麥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整堆球星 實力真的比丹麥不少 但是又要這麼說 雖然我是 撐英格蘭 但其實我也很欣賞丹麥的 因為究竟丹麥的龍門書 卡斯帕 蘇米糕 他能否延續到他爸爸 老蘇米糕的神話 可以拿很多大賽的獎 或者歐國杯的冠軍 其實就是 好看他 究竟他能否在丹麥大騎 還有 他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比爸爸更加冷靜 所以我都覺得他有一定的 可以把授到丹麥最後那一關的能力 而且大家要留意 其實丹麥有個大作家叫安徒生 安徒生其實出了無數的圖畫 例如《賣妥賊的小女孩》 《人魚公主》 這些故事 所以丹麥人的精神 其實很被這個大作家影響 就是勇敢去追悟 因為圖畫 很多時候都是圖母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他得丹麥的人 或者球員的團結能力 或者精神 可能會比英格蘭稍勝一點 你講開了 卡斯法雪米糕 其實他叫做 走出了爸爸的影子 自己創出自己的一篇片 之前由李斯特成 聯賽龍叔重菇都捧走 現在就好像在複製爸爸的道路 因為 在這個大賽裏 我們看到卡斯法雪米糕是怎樣淡定的 例如說 出刑 打手錘 瓦解對方攻勢 和撲球的舊球 很實正 雖然 不及有些龍龍 驚天動地的奇快的撲球 但亦給人很穩健的感覺 這也是教練 其實教練對朝教對球的功勞 我們相信丹麥人 去創造自己的童話 亦都相信童話 但我們就不要過份美化這個童話 因為丹麥的關鍵就是及時的變陣 除了回復士氣 整個團隊英記一功之外 及時變陣也很重要 用來淡化了艾力神 抉陣的影響 你見到行軍速度是快了很多 以及球的梳理 即是保位 大家的保位很快 即是一個人 實波即刻有人包抄 無論在中後場 都是這樣 變了 有個關鍵就是 中場虛二寶 今季轉頭以前 四平八穩 甚至有時可以用白面來形容 因為 他會及時出現 包抄 例如左右兩閘的失誤 他會及時出來包抄 所以 這也是今場的關鍵 究竟虛二寶 他的體能 應不應付 承牆 可以防止 索爾和史達林 在左路那邊的進攻 亦都是相當之關鍵 我們亦都會看 郭仁 我試試問你一個小問題 你作為萬輪資深的球迷 究竟你覺得現在的孫米糕仔 他的實力 比起他父母 孫米糕當年 全盛時期的實力 你覺得他有多少成 若母有多少成 如果整體來說 七成八成 但是 不太想這樣 只是這樣來比較 乘數 因為很難用數字去評論 對呀 因為說單刀 風單刀的氣勢 統領防線的能力 都是伯伯強一點 但是 小書米糕 他比較鎮定一點 這些動作 那些決定 很瞬間作出的決定 和看通環境 整個場面 其實是很冷靜 但如果作為一個經典的門神 林魯昌米糕的七成八成的能力 其實足以可能會遵及 是呀 也是 其實 為什麼我們看好英格蘭呢 就是 一來 剛才所說 因為丹麥也好 要周居勞頓 英軍的主場之利 在瘟布內球場 作戰是非常之有利的 不單是有觀眾 而是丹麥在之前 由阿塞拜疆飛回來 那個路途是相當相當遙遠的 正是利商比英格蘭 從羅馬飛回來 差很遠 所以加上剛才所說 丹麥始終勤勤快也好 前面的把握力 未有一個保證 和哈里加尼 就有絕對的優勢 哈里加尼這方面 以及以我所知 可能因為疫情的影響 他在瘟布內球場的地方 去踢 對於丹麥的球迷 英國的政府未必給他那麼多人來 是的 所以這個令到 作客的球迷 人數大大減少 很影響打氣和市 是的 所以亦都看好英格蘭贏 而在加時贏 除非剛才所說的因素 丹麥的因素 發揮到能力盡 否則都是提高英格蘭 我都希望英格蘭不要再一次 令我們一地玻璃水 這次要生成 這次我們廢急訊先生 這個節目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沒有聽 Lite 我們再見 不要緊張 anni 成功 求提高